大家好 我叫姚军 我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 那说到蜜蜂研究所 可能大家一下想 你是不是研究蜂蜜的 其实除了蜂蜜之外 我们还研究蜜蜂 如何为农作物服务 如何为农作物受粉 如何生产出琳琅满目的瓜果和蔬菜 那说起蜜蜂呢 那我们想到最多的可能就是甜美的蜂蜜 那还有可能就是 蜜蜂可能会遮人 遮人而且会很痛 但是呢 还要必须补充一点的是 蜜蜂在我们自然界 占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它对我们生态系统 生物东洋性 还有农业生态系统 在这其中呢 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蜜蜂的种类很多 蜜蜂总科大概有两万多种蜜蜂 那我们会经常见到一些蜜蜂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两种蜜蜂 左边呢是叫黄羞木蜂 右边呢是叫地熊蜂 这两种蜜蜂 这个黄羞蜜蜂可能我们在春天的时候 在植物园里会经常能见到 那我们经常研究的蜜蜂呢 主要是两种蜜蜂 这两种呢分别是西方蜜蜂 东方蜜蜂 这蜜蜂呢就是这个熊蜂蜀的一类 左边大家看到的就是西方蜜蜂 右边看到的是这个东方蜜蜂 那我们经常吃到的这个蜂蜂 几乎都是由它们生产的 因为呢这两种蜜蜂它们有一些特点啊 它们有爱储蜜的这种习性 还非常的勤劳 这和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美德 是完美契合的 而且呢我们人类还能够大规模地饲养它们 所以这两种蜜蜂才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些 美味的这个蜂产品 此外呢我们还研究这个熊蜂蜀的一类蜜蜂 这类蜜蜂可能大家不是很常见 但是呢大家可能都看过这个电影《编系金刚》 《编系金刚》里边有一个这个机器人叫大黄蜂 那么它的原型就是这个熊蜂蜀的熊蜂 它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斑波壁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蜜蜂呢 研究蜜蜂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那么往大了说呢 蜜蜂呢它在我们的这个生态系统中 能够促进我们生物多样性 还对农业生态系统有重要的作用 往小了说呢它能够帮助我们人类 解决生产很多这种瓜果蔬菜中遇到的兽粉问题 提供给我们琳琅满目的这个瓜果和蔬菜 来解决我们这些吃货的这个口腹之欲 它们能为这个番茄兽粉 能为草莓兽粉 能为很多的这个瓜果蔬菜兽粉 除此之外呢我们经常吃到的牛肉 还有每天喝到的牛奶也和它们有关系 那么有人可能就会说 怎么蜜蜂会和这个牛奶还有关系 那可能大家就有所不知 这个牛呢饲养中需要的这个牧草 牧雪 那它的质种就特别地依赖这个蜜蜂的兽粉 说到牧雪 那我就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这个蜜蜂和牧雪 它们之间的这么一个故事 那在191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呢 那时候我们对蜜蜂的这个兽粉的认识还不够充分 很多的这种种植业呢 都没有采用这个蜜蜂兽粉的这种 这种增产的这种方式 都主要依赖于这种传统的这种 自然的这种野生昆虫来兽粉 那它产量就比较低 直到有一天 有一个养蜂人就向牧雪的农场主 一个牧雪农场主提出了一个建议 他说 我能不能为你种植的这个牧雪 去用蜜蜂兽粉 然后呢有可能增加你的产量 然后你能不能付给我一些兽粉的这个报酬 但是呢这个牧雪的农场主呢 他并不信任蜜蜂 而且他也不愿意付出这个 这个兽粉的这个费用作为报酬 然后他又想了一个办法 他用另外一个方式 然后又去找这个农场主去谈 他对这个农场主说 他说我们免费用蜜蜂 给你去兽粉 不收你的费用 但是呢 如果你的牧雪增产了以后 我们需要得到这个牧雪增产以后 30%的这个牧雪种子作为回报 那农场主一想 这个事情呢我们是 这个没有损失的 而且不用我付现钱 于是就欣然地答应了他 结果是什么 大家可能就是一下就能猜到 就是这个养蜂人获得了他远远 这个大于原来预期 受粉的这个手艺 第二年 第三年 这个牧雪农场主就主动地找到了养蜂人 然后向他们提供这个 这个受粉的报酬 租用他们的蜜蜂 用于给这个牧雪来受粉 那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蜜蜂受粉 对现代农业非常重要呢 这其中 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存在的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图呢 是我们传统的农业 这个小片的种植 然后会种植各种不同的农作物 那这个情况下通常不需要受粉 因为在不同的时节都会有不同的花开 这些野生的传粉昆虫呢 都能够在里边自由地生长 能够正常地繁衍 但是呢 反观我们现在的这种规模化的 现代化的摄氏农业 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大规模的连片种植 蜜蜂呢 它们在其中 只能在单一的这个花期内获得食物 过了这个花期可能就很难获得食物了 而且呢单一种植的这种作物 提供给蜜蜂的营养也比较单一 不能够满足蜜蜂 所需的这个完全的营养需求 所以呢 这些野生的蜜蜂 它不能在里面大规模的这种繁衍和生息 就需要我们提供 人为的提供大量的蜜蜂 去参与到兽蜂当中 在固定的时间 固定的地点 搬运大量的蜜蜂 然后给这些需要兽蜂的这些作物 来给它们提供兽蜂的服务 那么恰恰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这两种 和一类蜜蜂 它们具有一类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我们人类能够大规模地饲养 并且它们搬运方便 那在美国加州呢 这个生产全世界 大约80%的这种大杏仁 这个大杏仁呢 它是一个需要异化兽蜂的这种作物 它是自化不实的 那就必须依赖蜜蜂兽蜂 在美国大约 在春季的时候 大约有150万群蜂 从美国的各地搬运到这个加州 来为这个大杏仁来授粉 授粉的费用节节攀升 甚至一度达到了200美元 那这么高的授粉费用呢 就导致一些这个大杏仁育种的专家 他们在考虑 是否要培育一些 能够自化结实的这种大杏仁的这种品种 甚至还有一些这种研究团队 他们要研究一些蜜蜂 一些机器蜜蜂 想办法来替代蜜蜂来授粉 我们研究一些小型化的蜜蜂 能够像蜜蜂一样出去工作 他们提出来的这个口号是什么 Fire bee 炒掉蜜蜂 替代蜜蜂 我们不用你们蜜蜂了 我们机器人就能干这个活 当然可能在未来能够实现这个 但是呢 理想是这个丰满的 现实是很骨干的 我们现阶段依然还非常依赖蜜蜂 来给我们提供兽粉 来为我们这些吃货 来生产很多的这些琳琅满目的 这些瓜果和蔬菜 那么提到了这些美味的食物 可能大家都吃过这个蓝莓 那么我们今年的工作 还有包括去年 有很大一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 这个蓝莓兽粉相关的这种研究工作当中 这个蓝莓呢 它是一种非常依赖蜜蜂兽粉的这样的一个作物 蓝莓呢 通过蜜蜂兽粉 它能够提高蓝莓的产量 还有蓝莓的这种品质 那就是这样一对好couple 好朋友 中间也会碰到一些摩擦 那就有一些 这个蓝莓种植户 就像我们 对蜜蜂提出了一些控诉 他们控诉蜜蜂什么 控诉蜜蜂 有的时候太懒了 不快出来干活 比如说在低温天气 阴雨天气 这个蜜蜂就不容易出来 那很容易理解 蓝莓种植户 它一年的收成 就完全依赖于这些果实 完全依赖于这些花朵 是否完成兽粉 那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蜜蜂呢 它本身有它的生物学习性 在阴雨天和低温天气 蜜蜂确实存在这种 出勤率减少的这种情况 那农民伯伯们 他们的这个困惑 和他们的这种不安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 这个蜜蜂能不能很好地 完成这个兽粉的工作 那为了解决他们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开展了我们的一些工作 大家可能都知道 然后一些花朵 它们兽粉的话 都是有一个窗口期 过了这个窗口期呢 这个就没有办法再完成兽粉了 那有些的这个花朵 在这个窗口期内 他们就能够知道 是否完成了兽粉 比如说像这个番茄 大家能够看到 这个右边的这个番茄上面的 那个花蕊上有一个 深色的这个咬痕 那是蜜蜂 这个兽粉完成以后 留下了一个咬痕 我们通过这个咬痕就能够知道 这个番茄是否完成了兽粉 但是蓝莓则不同 蓝莓它只有 这个兽粉完成以后 它的花灌才脱落 脱落以后我们才知道 它是否完成了这个兽粉 那农民伯伯们就想出了一个 很好的办法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大的 他们想到的一个办法 是通过摇晃蓝莓的树枝 通过这个树枝上面 落下来的这个花瓣雨 凭借自己的这个经验来判断 这个蓝莓受粉的这个好坏程度 但是呢 这又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不能够准确地判断 蓝莓是否很好的完成了这个受粉 然后他们心里也非常的这种焦虑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又开展了后续的工作 我们通过标记 然后采样的这种方式 然后把蓝莓的这个柱头给取回来 检测这个蓝莓花 它的柱头上的这个花粉沉降 还有花粉管萌发的这个数量 以此就能够精确地判断这个蓝莓 它的这个受粉到底得好 还是坏 从而解决 这个农民伯伯们 他们对这个受粉的这个困惑 为此呢 我们还把这个设备工具 都搬到了田间地头 想尽办法呢 把这个设备小型化 然后让这个工作 更容易来开展和满足 然后我们还培训了 这个基层的这个技术人员 然后通过基层的技术人员 来更好地服务于 这个基层的这个农户 除此之外 我们又遇到了更大的困难 在云南的西双版纳 那我们遇到了一个 非常棘手的问题 云南西双版纳的蓝莓仲主员 向我们提出了一个 非常尖锐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说我们经常用到的蜜蜂 我前面提到了是两种一类 雄蜂 东方蜜蜂 西方蜜蜂 这三种蜜蜂我们都用来给蓝莓受粉 到底哪一种 它们受粉效率更高 哪一种 经济效益更好 我们用起来更合算呢 现成的答案我们是没有的 那么为此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又开展了这个新的征程 可能大家能够看到 左边的这张图 这是雄蜂为蓝莓受粉 雄蜂个体比较大 右边的是蜜蜂 西方蜜蜂在为蓝莓受粉 然后雄蜂个体比较大 有人就会说 雄蜂钻不到蓝莓的花罐里 它就带不走花粉 受粉效率可能就不高 然后蜜蜂刚刚能钻进去 受粉效率会不会好一点 而且蜜蜂的种群数量比较大 一箱蜜蜂大概有两到三万只 那一箱雄蜂大概一百到两百只 这样的话 那么它们相差将近一百到两百倍 那蜜蜂显然会更好一点 是不是 但是呢 那我们研究还观察我们发现 这个雄蜂 它们这个 把我们单独花的这个时长 大约是五秒钟左右 而蜜蜂就不一样了 蜜蜂可能会是几秒钟 也可能是一百 甚至更长的一百秒 甚至更长的这种时间 此外呢 这个雄蜂它还有其他的技能 比如说 它在更适应低温的这个环境 在低温天气 它们可能会更早地出来 然后呢 雄蜂还有一种 深圳受粉的这种技能 所以呢 最后我们没有办法通过 以上的这个现有的这些知识 得出这个到底哪种风 它们受粉效率更高的这种问题 那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必须找到 这个基本的实验素材 基本的实验素材是什么 就是花朵 能够 大致在同一时间开花的这种花朵 那通过我们的观察 这个蜜蜜呢 它在不同时间开花的时候呢 它这个开口 大小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通过这个特点 然后我们给这个蜜蜜挂上标牌 通过它的开口大小 然后我们就能够取得这个开花时间 大致一致性 比较好的这些蜜蜜的这个花朵 作为我们的这个实验素材 接着我们对这些蜜蜜进行标记 然后套袋 然后最后呢 我们把摄像头放在了这个 我们实验对象这个蜜蜜花朵跟前 然后把蜜蜂放进 每一个实验棚内 不同的蜜蜂 雄蜂 东方蜜蜂 还有西方蜜蜂 然后让它们去采集这个蓝莓的花朵 通过摄像头 记录这个蜜蜂访花的这种行为 然后每一朵花都记录下来 记录完毕之后 我们把这个花朵统一收集 然后在我们实验室里 然后检测我们收集回来的这些蓝莓 花它们柱头上 这些花粉的沉降 还有这个花粉蒙发以后的花粉馆的数量 然后再和前面我们拍到的这个视频 进行一一的对应 从而我们对比出来哪种蜜蜂 它们这个对蓝莓受粉以后 花粉上柱头的这个花粉沉降 还有花粉馆蒙发数量的这个不同 最后综合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些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这个放花失常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来判断 这个蜜蜂它们的受粉效率 最后我们还要根据这个蜜蜂的即兴来决定 到底使用哪种蜜蜂会更好一点 那我们实验中呢 经常会用到这个一些实验装备 像这个温时度记录仪 照度计 还有摄像头 此外呢 我们实验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甚至说是非常枯燥的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也非常难以忍受 但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都不是这些 我们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是时间 为什么 因为很多植物 它们的开花周期都是以年为计算的 一年只开花一次 如果我们错过了今年的实验 可能我们就会再等一年 所以在实验中 对我们的挑战和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天气 对我们的影响非常的大 今年我们在春天的时候 在通州进行了实验 然后就遇到了极端的这种天气 阴雨天 然后直接就导致了这些蜜蜂呢 它们出勤的积极性并不高 我们把这个实验的前期准备做完了以后 发现温度太低 因为温度低的话 这些蓝莓的花粉有可能不萌发 所以我们需要等到中午 这个温度上升的时候再开展实验 但是这个窗口期 这个时间是比较短的 然后等我们开展实验了以后 发现蜜蜂在花丛中飞舞 但是呢 它们并不愿意去访问 我们挂好标牌的这些花朵 我们苦苦地等待 没有办法 经过这些艰苦的磨炼 我也深刻地体会到农民伯伯他们的那种心理 就害怕蜜蜂没有给蓝莓花受上粉的这种焦虑的这种心理 除了开展研究工作呢 我也做一些科普的工作 左边的这张图呢 是我设计的一个蜜蜂观察箱 那每年的五月份呢 中国农业科学院都会开展这个农科开放日的活动 那我们蜜蜂研究所 也会开办这个蜜蜂观察活动 那都欢迎大家 到时候来我们蜜蜂研究所 我们一起来赏蜂 每年的五月二十号呢 是世界蜜蜂日 蜜蜂不但和我们吃饱 吃好有关 同时呢 它也是我们人类和自然环境和谐共处的重要一环 谢谢大家 我的演讲完毕